也是有一个男的他缺钱 结果跑去超商 本来要偷进口啤酒 偷不成改偷本土啤酒 想说一瓶十块拿去卖给槟榔摊 黑夹克白上衣的中年男子 走进超商 立刻到里面拿了一箱海泥跟啤酒 趁店员在结账时偷偷放在柜台 店员发现他行迹可疑 质问他酒从哪里来 眼看就快要被试破 小偷却表情镇定 一边解释酒是自己带来的 一边还拿起啤酒 大胆地从店员面前离开 搭公车讨逸 下个月就是农历新年 许多店家都让特家商品摆在店门口 嫌犯就甚至店员不注意 将啤酒整箱带走 12月18号嫌犯重施顾忌 改到农会下手 只是找不到海泥根 只好抱走两箱金牌啤酒 这次就被民众认出来 当场员赃巨货 是平常没有固定工作 那每一次犯案的时候 都是搭公车 没有使用交通工具 把他得手的这个啤酒 以每一瓶十块钱的代价 卖给平常看 秀爱店家被偷 对店门外商品开始有警惕 农历年前敢促销 店家还是要多加提防 以免第三只手趁虚而入 终于新闻阿公养麦 周光仔SNG小组 新北市报道